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到离开,都离不开一个职业的陪伴,这就是医生。 刚刚过去的8月19日,全国400多万名医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,中国节。 2017年11月,国务院通过了为纪委关于设立中国节的申请,同意从今年起,将每年8月19日设为中国节。 今天的节目中,我们荣幸,请来了中国协会会长张燕玲,从一名从一近50年,被医生的角度来感受这样一个,值得人们尊敬的职业与这样的一个节日。 中国协会张燕玲会长通过北京交通广播FM103.9一起午餐吧节目,为听众介绍设立中国节的意义。 中国协会张燕玲会长,秘书长李松林做客,FM103.9北京交通广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